雅安市十棉县境内的G108国道 今年5月5号上午时持续 一辆开往成都方向的夏立车 因为搭载三棉婴诺儿 被知情民警发现并拦截 三个人 三个婴儿 前排的一个女婿妇女是抱着一个婴儿 看见我们的时候一点紧张 然后不停地装出要不如婴儿的样子 但是不像一般的母亲那样的行为 后排的用毛巾被扎着的是两个婴儿 市民警方审查发现 主要犯罪嫌疑人蔡某及其妻子黄某 均有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前科 其女蔡某也曾涉嫌拐卖妇女儿童 三名犯罪嫌疑人在交代了这次拐卖犯罪活动后 陆续供述了更多的嫌疑人和更多的拐卖犯罪事实 多省拐卖团伙由此献出原形 他们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家族性犯罪特点 由于案件涉及全国多个省市 9月1号公安部决定将相关案件并案侦查 统一命名为201155特大拐卖儿童专案 并予以挂牌多半 梁山警方迅速派出精干力量 到收买婴儿比较集中的山东林仪等地 进行了近三个月的秘密侦查 我们把梁山在山东林仪飞县 那么这些先拐卖的 违法犯罪嫌疑人 包括就是这个中间人 介绍人 或者是这种情况 男婴一般是4万到5万 女婴是1万到2万 11月29号深夜23点 公安部四川省公安厅 梁山遗族自治州公安局 召集梁山遗族自治州十个县市 所有参战民警部署集中抓捕行动 随着一声令下 西昌市连远县等十个县市公安机关的 刑警 武警 客警组成的 一支支抓捕小分队 火速出发 按照事先掌控的线索 奔赴一个个小山村 记得跟随西昌警方的抓捕第二小组 欢山越岭 来到西昌市川兴派的所 和苏里民警会合后 立即急行军 向山坡高处的一个窝点冲去 因为这里有两名嫌疑人 涉嫌拐卖两名婴儿 这里有四个 就在门口 非常警察 来我们去 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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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 罗贵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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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名字 罗贵佑 叫什么名字 时间 我们抓捕尔主线 在母圈 抓捕尔两名钱一人 经过连夜审讯 西昌警方初步查明 卢某 蔡某 夫妇 拐卖两名婴儿的犯罪事实 目前卢某已被公安机关 依法刑事拘留 经过七天的连续作战 截至12月6号12点 公安部 五五特大拐卖儿童专案 一共抓获 三百九十九名拐卖嫌疑人 解救一百三十二名 被拐婴儿 鬼 九十六时 八十五时